各位邻里大家好呀 我是喜欢折腾羽毛球装备的白菜 今天我们来看一只巨匠家的笋 它叫做Swag Freedom F 强袭自由F 后面呢我们会简称它为南笋 视频呢依旧分为客观介绍 主观感受总结和购买建议三个部分 大家可以按需跳转观看 首先我们来看外观 这是一只顶着天府类型不对称设计的笋框型的拍子 黑白的配色呢 它的寿终面会比较广一些 型号名这里这个红到蓝的这个渐变过渡 还是比较抓我的 其他部分的涂装设计呢 就很巨匠家的风格 是那种机甲风 中感这里还有一个老熟人的名字 这只拍子的涂装呢 也有一定的它的心血在里面 整体漆水的厚度是要比这个黑金笋要厚很多的 而且黑金笋这个漆啊 真的是非常脆 很容易掉漆 拍面呢是同款的大拍面 一样的76孔 一样的线槽设计 中感的部分 两只拍子都是标称6.5毫米的中感 但是呢 这个量下来普遍只有6.7毫米 这个呢能到6.9毫米 可以说中感的漆水非常的足 中感官方标的打感是偏硬 但是个人感觉呢不算硬 另外两只拍子的中感长度呢 略有一丝丝的区别 这个有220毫米 这个就218毫米 握柄和锥盖 这个呢可以说没有什么花头 但是肯定不是这个损的锥盖 以及4UG6这个规格呢是胜利没有的 握柄的长度有些许的区别 这个呢是213毫米 这个只有208毫米 最后黑金笋 一出声它就是悬浮握柄的 但是这个呢用不上悬浮握柄 据说是胜利的专利不给用 空拍到手 它的平衡点呢只有294毫米 上线上塑胶之后呢 293毫米 可以说是非常的低的 我最近也是人品报表 每次买到的牌子都是那种平衡点 暴低的牌子 打了一周之后实在是不适应 我就把这个底胶给拆了 然后在里面上了一层奶胶 现在的手胶呢 依旧是我习惯的AC148 现在呢也是我习惯的 YY的Export Leo 3 268毫 但是呢 这个拍框可能是比较柔 都被拉变形 拉成了细长脸 我不知道观众们是不是够敏感 能一眼看出来 接下来主观部分 非常主观那种 跟你不一样呢很正常 主观部分要分两个阶段来说 第一阶段呢是带底胶的 总结两个字不像 胜利G5的卧柄 再加上他的底胶 其实是非常的厚的 然后在上面再缠一层手胶的话 有一些抓不住的感觉 就像YY的G4卧柄一样 而这把奶笋 他的底胶呢就很薄 所以呢 他G6的卧柄抓起来就很细 打赶方面呢 虽然我们之前齐齐的批评 这个拍子 他的后场进攻呢差点意思 但是呢 也就是差点意思 对不对 这个呢 我觉得就差些意思 最近呢 我又把单打再减回来了 然后仗着自己过年瘦了四五斤 开始疯狂提速 就拿掉突击 偏突击的那种 但是呢 突击了半天会发现 他的速度确实是差点意思 速度不行呢 人就会急 急呢就容易出界或者下网 还白白消耗了一波体能 会恶性循环 之前发了一个动态视频 我拿弓石搓了一个往前小球 搓得非常的贴网 而且是在比较高速的移动当中做出来的动作 然后就有人说 这个跟拍子没什么关系 我现在想说有关系 这把拍子 他的往前的手感 我可以说是稀碎 短短的三局 我就可以给大家剪出一个花式搓网失误的激进 打了一个礼拜 有抵较了 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 然后就把抵较拆了 现在呢 他的平衡点来到304毫米 重量只有88.6克 感觉呢 是损了这个味道了 但是呢 这个中感 他的爆发感还是差一点点 抗扭也稍微的差一点点 发力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个线路没有那么好控制 有位做球派的朋友跟我讲 G6的卧饼 天生他的抗扭 就会比G5差一点 拿他在后场呢 我感觉这个线路的控制 还是稍差一些 有两次揭发后场 我直接下压 都出了边线 而且出的位置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这个球速我感觉比去底较之前 主观上要更快一些 控球的环节 虽然往前的感觉不太好 但是各种推调 后场的平高 高远 他的控制还是可以的 对于底线和边线的把握 比杀球的时候好控制一些 中感的弹性稍差一些 然后我单打呢喜欢用正手发后场 要么呢就得加力 要么就得往前再站一点点 我才能保证这个后场是到位的 另外也可能是比较久没有跟高个子打球了 所以呢这个推调的时候 这个弧度总是稍微差一点点 比较容易被对手直接拦到 起不到那种打转身的效果 当然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个人的水平问题 最后呢是关于这个握柄 木饼跟悬浮手柄 你能不能握出来感觉 我觉得初上手 抓一下 这种没有底胶的情况下就非常的明显 木饼呢会明显的硬 悬浮手柄会软一点 但是木饼抓久了会有一种温润的手感 这个是悬浮握柄或者说塑料握柄给不到的 悬浮握柄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他出场是不带底胶的 早期的这个版本不算 没有底胶就不需要去底胶 而且他直接往上面缠手胶 不会很硌手 木饼直接缠手胶是不行的 所以他里面有一层奶胶在 最后是总结和购买建议 黑金笋在我心中的地位非常的高 从第一次接触黑金笋开始 各个版本的黑金笋在我这里都是T1级别的存在 是我认为极其适合业余男双的一把拍子 所以呢才会一次又一次的出黑金笋的视频 当然这个男人的作用非常的大 男笋他整体的框软一点点 中感软一点点也不够那么的硬弹 平衡点嘛 灰重啊也比较尴尬 总的来说不是黑金笋原汁原味的感觉 对于从来没有打过黑金笋的朋友来说呢 你买他打完全OK 但是一旦你有对比 就会有一定的落差 行情方面价格呢 应该是400左右 以右为主 400多块钱 在拉个线缠个手机 有可能就逼近500块钱了 跟前不久出的柳丁的1000Z是一个价格水平的拍子 不是那种闭着眼睛就能买的便宜货 甚至我想说一把无瑕带线的黑金笋不会比他贵太多 800多块钱可能就可以买到带线带手胶的 或者说700多块钱可以买一个有点瑕疵的 那加这两三百块钱你愿意加吗 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 最后呢是这个拍子 它是有一定的塌陷概率的 还是挺多人抱怨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们店里面卖出的黑金笋 还富强的健康 奶笋在论坛里搜了一整圈 暂时没有发现塌陷的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框是真的软呀 那么这个拍子适合什么人呢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双打中前场和大部分的女生都能打得动这把男子 不太适合在后场强攻的类似于男双的后场 或者说混双男 但是最近混双男也有一股热潮 就是拿一些轻快的牌子 比如说正思维的公11pro或者徐城仔的NF700 都是两把比较轻快的牌子 学哪个吗 主要看你个人的习惯 OK 以上就本题节目全部订阅了 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这也是拉马西亚羽毛球 我是爱折腾装备的白菜 我们下期节目见